2021年羽毛球法国公开赛继续进行 10月29日,羽毛球法国公开赛迎来八强争夺战的较量 中国军团继续强势冲击冠军 南单方面成为中国军团冲击冠军的关键 四人打进16强的情况下 中国军团期待集体发力 这次南单方面,李子佳首轮出局 安赛龙战略退赛 加上印尼的乔纳坦和金庭放弃这次南单比赛 中国军团可以说是少了太多劲敌 此外,陶田咸斗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苦战 更是身心俱疲 伍家朗、李卓耀、周天成和王子维继续冲冠 然而,一上来的八强争夺战 中国军团连遭失利 先是伍家朗暴冷,不敌日本选手长山甘太 伍家朗是赛会八号种子 输给日本选手有些意外 比赛中伍家朗明显是处于一边倒的状态 斗志全无,王子维与日本球员西本拳太的对决中落败 日本两人挺进八强 不过,接下来出战的周天成强势出击 此前,他就是2014年法国公开赛冠军 在陈龙、石宇奇等中国名将集体缺席的情况下 周天成也是这次中国军团冲击冠军的最大希望 周天成在本次法国公开赛次轮的对手 是法国球员利福德斯 周天成在首轮比赛就艰难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在第二局比赛,周天成17点21分落败两个人 进入到了决胜局的缠斗 在决胜局的比赛中,两个人也是比分交替领先 不过周天成在关键时刻再次发挥出影帝的功效 最终用自己的技战术成功以21点19分 艰难拿下了决胜局的胜利 这也确保了周天成在法国公开赛挺进八强 周天成在四强争夺战的对手是日本球员西本拳派 此前,西本拳派淘汰了中国台北球员王子维 周天成也是很渴望为队友复仇成功 在剩余球员中,周天成成为二号种子 另外一名晋级到法国公开赛南端的中国球员 是中国香港球员李卓耀 李卓耀在接下来的四强争夺战将挑战 日本另外一名球员长山甘太 上一战,丹麦公开赛李卓耀就打进四强 如今再次出发,李卓耀也十分渴望追平上一战的成绩 如今再次出发,李卓耀也十分渴望追平上一战的成绩 在本次公开赛,中国军团在男双和女双方面 已经无人晋级到八强 此外,混双还有一对中国香港组合邓俊文和谢盈雪 闯进了八强也是保留了中国军团在这项赛事的冲冠希望